尿路结石也会引起尿贫尿疾 如果这结石个头太大 说不定就会堵住尿路 让人尿不出来 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大个头的结石吗 总感觉到这个 放在药木中定的 就是小便的药手不是蛮顺畅 掰开药品来吃 不但不会起到致病的效果 甚至还会适得其反 引发人体的中毒反应 这种说法又真的科学吗 你知道掰开之后它是什么药吗 你知道掰开之后吃了这个药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你弄清楚吗你就瞎掰 如果玩手机时间太长 竟然会引发脑梗 甚至还会造成瘫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最开始是 开始做新生的 最开始在教育 做批 夏天五分也开始 今晚21点55分 生活大调查给您准确答案 首先我们要调查的第一个话题 是什么呢 任兵 干嘛呢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任兵 你说你上节目之前 不好好看稿子 刚才化妆间我就发现你 一趟一趟往外跑 干嘛去呢 玩啊 偷懒啊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乐乐 最近天气这么干燥 我又有点感冒 我多喝点水 我跑两趟厕所还不可以 我上厕所去了 以我对你刚才的观察 你可不是跑两趟厕所那么简单 你那个频率也太高了吧 我就是多喝了点水 我就多去了两趟还不行了 怎么着还不让人上厕所了呀 不不不不 你肯定有问题 别不承认啊 是不是 就是前天前跑 哎 哎 哎 尿瓶 尿瓶又有可能的肾还不得好 赶快去医院吧 乐乐 你怎么这样 我的天 我就多上两趟厕所 你就出来这两个毛病 我跟你说 我再解释一下好吗 天气比较干燥 我多喝点水 保证身体健康 吃得有点咸 我多喝点水 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不不不不 你刚才那个尿瓶的次数 已经超过了常人 频繁上厕所的次数 我跟你说 任兵 好好注意你的身体 以你这么尿瓶 难道体内有结石 我知道了 你的尿瓶是因为 你得了尿结石 乐乐 你真是好没有常识啊 你知道吗 换结石的人 他正常排尿都困难 他怎么可能还尿瓶呢 你说反了 啊 尿瓶不是因为 得了尿结石吗 当然了 说起尿瓶尿急 大家最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 前列腺有问题 其实尿瓶结石 也会引起尿疲尿疾 对于这一点 今年97岁高龄 家住新疆 大阪城的马爷爷 算是深有体会 这些年啊 马爷爷腰部 会不拾地剧烈疼痛 严重的时候 一天要跑20多趟厕所 甚至还出现了血尿 经过医生检查 这罪魁祸首 就是暗藏在 他膀胱内的四个结石 其中的两个结石 竟然有核桃般大小 经过手术 马爷爷体内的四颗结石 被成功取出 医生诊断 老人因长期小便不畅 导致残云尿液中的结晶 堆积在膀胱 长此以往就形成结石 很多老年人呢 他有时候也不注重 体检这一块 有时候有一些小毛病呢 或者是排尿的一些异常呢 他们认为好像都是自然规律 实际上不全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 早期呢就是 到医院来检查一下 专家介绍 膀胱结石50%是尿酸结石 这些病人通常 有膀胱突口梗阻 和液体摄入减少 导致代谢产物积聚 尿成酸性 与饮水和饮食 有直接关系 膀胱结石形成的原因呢 我认为主要是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因为这个尿漏的耿阻 我们最常见的呢 就是前列腺增生 尿漏耿阻之后呢 由于这个排尿呢 不通畅 而导致这个尿出流 采用尿增多 导致膀胱的盐 膀胱盐呢 就容易导致这个结石的产生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 再一个呢 膀胱常见的结石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上尿楼结石来的 就是输尿管 肾结石 排下来了 而在膀胱里边 没有再排出去 这样的结石呢 就越来越大 所以说的膀胱结石 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不少人认为 得了膀胱结石 就一定会尿贫尿急 可也有例外 55岁的武汉市民 周先生就是其中一例 跟其他及时患者不同 他去厕所的次数 却比正常人还少 还好就是大排 每日每夜都大 一大排就做很难 火水也会满沙 三年前 因为经常性的胸闷气短问题 周先生被查出冠心病 而在此后的复查中 他被查出 肾积水和慢性 肾功能不全 因为肾功能不好 所以周先生的心脏手术 也没办法开展 干这个斗子 下斗子 有嘴掌感 中间有个 放在幽默中 顶着在 就是小便的 有时候不是蛮顺畅 所以到医院一查 就发现 这个地下有一个 这个盘光 有个东西 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喝水少 所以尿也少 周先生并不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先生感觉 下腹部这个东西 越来越让他难受了 通过我们的彩超CT 以及频变的综合检查 评定发现 周先生的膀胱里面 有个巨大的结石 结石直径达到13个公分 因为周先生的膀胱结石 已经占据了整个膀胱 双次数量管口 已经有梗阻 引起双肾积水 双肾萎缩 如果不及时处理 双肾萎缩 进一步加重 严重的时候 引起胜功的衰竭 由于结石巨大 医生表示 无法进行 无创或微创取石手术 首先它的结石 直径很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印度高 这种情况 超过四部分的结石 一般是要求是开放取石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 周先生的巨大膀胱结石 终于被顺利取出 结石起出来 比成人的拳头还要大 像个头疗蛋一样 有950克 接近两斤 收集完以后 医生把那个 那个膀胱的那个石头 拿着给我砍 拿成肉和里塞 筋巴做中的东西 我完全是不相信 这么可能会涨到我身上 这么大一块结石 放谁身上也受不了啊 怪不得周先生 平时去厕所的次数 比正常人还要少呢 如此巨大的膀胱结石 一定程度上 堵塞了患者的尿路 因为周先生呢 他有一个 长期的一个 不好的生活习惯 喜欢熬夜 打麻将 久坐憋料 加上他有钱的一件增身 99日是尿路排出数组 尿液处于一种 过饱和状态 时间长了不处理 会结石会 逐步的增大 专家提醒 尽管膀胱结石 形成因素是综合性的 但通过常规的提前 根据临床表现 B超 X线检查等 旁国结石 是可以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的 多喝水 这是肯定是 预防结石一个 最根本 也是最简单的 一个措施 多喝水 就是我们每天 要喝的2500毫升 的水 这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饮食呢 不要吃这个 过多的辛辣刺激的 这种饮食 是不是啊 还有一些 结石呢 与这个 我们的代谢有关系 比如我们喝啤酒啊 吃这个 过多的海鲜呀 吃过多的动物的内脏啊 产生过多的 这个导致结石的成分呢 这个就容易成熟结石 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过量的运动 打汗 这样的话呢 也会导致这个结石的发生率高 专家介绍尿路结石患者 病情不同 症状有所差异 早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 随着病情发展 患者可能会出现 无尿 以及排尿困难的症状 甚至还会出现 中毒性休克的情况 但是大多数患者 会出现尿贫尿急 尿痛的症状 肾结石有些是没有前兆的 肾结石 好多的肾结石 是我们在查体过程当中发现的 肾结石 它这个 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我们很好判断 就是引起了这个疼痛来 确实在腰呼部的疼痛 再一个呢 就是肾结石病房感染呢 就会出现这个发热呀 微寒呀 这样一系列的感染的表现 再一个呢 非常严重的就是肾结石 会导致神功能的损害 会出现这个水肿 乏力 这样一些全身的表现 不过结石患者 在出现症状的初期 往往啊 不当回事 有的甚至不去医院 选择自己 想办法排出 二十年前 他其实就已经发现 膀胱有小结石 它不引起重视 然后呢 他就自己去搞一些 中草药来吃 试图想把这个 膀胱结石 小结石排出来 医生所说的患者 是六十三岁的 广州市民老陈 自行治疗二十年后 他的结石 不但没有排出来 还越长越大 老陈逐步经历了 排尿困难 尿瓶 尿疾 以及血尿的情况 最后这才去了医院 首先这个石头 它这么大个 它在这里面 长期间压久 它会引起了 这个膀胱直肠漏 或者膀胱引到漏 它也会引起 前面的这个膀胱 有可能会穿口 那么石头一睡在这里面后呢 就出现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不全 再不处理 就变成尿毒症 那尿症 它就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膀胱这个粘膜 上皮细胞 它有可能会出现恶变 有可能就会变成膀胱癌 最终也是经过一番手术 老陈的结石被顺利拿出 眼瞅着这个个头也是不小 结石的治疗呢 必须有专业的大夫来治疗 我们要根据结石的部位 结石的大小 结石的成分 我们才用不同的治疗措施 有的需要保守 有的需要体外冲击波 有的需要我们的未创手术 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手段 尽管膀胱结石的形成因素 是综合性的 不过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完善 在早期一些比较常规的体检 还是能够发现的 一旦长了结石 也不要过度恐慌 我们现在治疗结石的手段 是非常多的 尿酸结石是有药物的 是可以用这个药物 因为我们一些别瓢唇的 这些药物呢 可以会溶解这个尿酸结石 包括我们的中药的保守治疗 包括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 还有我们现在的各种的软镜啊 硬镜啊 数量管软镜 数量管硬镜啊 甚至我们的精疲肾镜啊 还有我们的腹强镜啊 这个都可以对这个结石呢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而且这些手段呢 相对的是无创的 看到了吧乐乐 并不是所有的尿路结石患者 都会有尿频的现象 还真让你给猜对了 还什么叫猜对了 你看见那个视频中那位患者了吧 他体内膀胱里 有一个两斤重的结石 像鸵鸟蛋那么大 你别说尿频了 正常排尿都有困难 在这里呢 真的要提醒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 千万不能久坐 你看很多朋友喜欢干嘛呢 打麻将 打麻将在那一坐 就好几个小时 甚至通宵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你不运动 你很有可能患上结石 所以平时呢 一定要多注意啊 你久坐的时间 一旦过长 还是稍微起来 溜达溜达 走一走 没错啊 再就是呢 要提醒大家啊 平时真的要多喝一点水 不要憋尿 因为呢 我们平时的尿液呢 会带走那些体积 比较小的结石 而且啊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的腰部 突然间出现了疼痛 然后也有什么尿频 尿血的情况啊 有可能要怀疑一下 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结石 去医院去咨询一下 去检查一下 没错啊 再就是 如果说确定了 的确是患有结石 那么增加一下体育锻炼 其实有助于咱们 急速地排除结石 而且要尽尊医主 按时吃药 要什么药啊 别提药这个 别闹了了 我提到这个药 我就头疼 为什么 前两天吧 嗓子不舒服 上医院呢 找医生看了一下 给我开了一个大药片 好家伙 这个大药片 我是真咽不下去啊 愁得个我呀 怎么办呢 你说 找我呀 你说你嗓子点戏 吃药困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有这个毛病 明天我就送你一个皮川 你把药时间往下 捅住 捅吃捅吃 过分了吧 这是马桶吗 还拿皮拽子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啊 开玩笑了 那你就多喝水 你不要把它咽下去呗 根本不用多喝水 机智的我早就想出了解决方案 什么方案啊 大药片子 你咽不下去吧 一分为二啊 对不对 两片还觉得大 两分为四啊 对不对 你实在不行 切成末啊 对不对 咱就是聪明 说实话我这个脑袋瓜子 好使真不是白来 你等会儿 稍微一旋转 任兵你的意思是说 把你的药片把它掰开 掰小了再吃啊 也可以切成末啊 对不对 就是说怎么好吃 我真得问问你啊 你知道这个药物能掰开吗 你知道掰开之后 它是什么药吗 你知道掰开之后 吃这个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你弄清楚吗 你就瞎掰 哎呀嘿 四连问啊 把我问蒙了都 不就那么个药片吗 还是那些 我怎么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小瞧 这个小小的药片 如果说你把它掰开 服用的话 有可能会中毒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 个头较大的药片 或者需要一口气 吃下去好几粒胶囊 这让不少老年人和孩子 都感觉吞咽下去很困难 于是很多人啊 就想出一招 干脆把药片掰开 或者是直接 黏磨成粉状 然后再服用下去 这种吃药的方法 到底科学吗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生活调查员 雪云 生活当中呢 我们经常在这个药店里 可以看到 诸如这个 长绒片 缓式片 以及这个控式片 等字眼的这个药品 通过我们的网络搜索 我们发现 其实这些药品 在外表上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旦服用以后 这差别可就大了 这个网络上说呀 这个如果说呢 我们掰开使用的话呢 会影响我们这个药物的吸收功能 那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调查一下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这个面前呢 有很多这个药品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长绒片 这个呢是缓式片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控式片 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这三个药品呢 分成两种状态 分别呢放入我们这个水中 然后进行溶解 看一下到底是 在这个掰开以后 它的溶解速度快呢 还是完全浸泡之后 它的溶解速度快 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长绒片开始 接下来呢我们再取另一片 这个长绒片 然后呢把它掰碎 掰碎以后呢 还是放入到我们这个稍微当中 然后呢看一下同样的药品 在两种状态下 到底哪一个溶解速度更快 现在呢我们将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长绒片 它的溶解速度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掰碎的这个药品呢 它的溶解速度呢 其实还是很快的 而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药片呢 进入到我们的水中之后啊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这个溶解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二号缓式片 加入水中 它的溶解速度是怎样的 同样的呢我们还是在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缓式片 它的溶解速度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它的这个溶解速度 其实跟刚才的这个长绒片也是一样的 这个掰碎以后的它的速度呢 其实要比这个完整的要快一点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水里边这个溶液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浑浊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三号这个控式片 它的溶解速度是怎样的 它的这个掰碎的这个药片呢 它的溶解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有一些这个粉末呢 已经漂浮在我们这个水当中了 但是这个完整的药片呢 它的溶解速度也是很快的 已经也是已经慢慢的在溶解了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三种药片啊 在这个掰碎以后 它的溶解速度 其实都要比这个完整的 放入水中当中 它的溶解速度要快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三种药片呢 在两种状态下呀 这个掰碎的状态 它的溶解速度是要快的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 那是不是掰碎以后 确实会影响我们这个吸收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问问专家 大部分片鸡是可以掰开吃的 但是有一些药物 这个特殊纸鸡是不可以掰开吃的 像我们欢控式纸鸡的一部分纸鸡 是不可以掰开吃的 那么欢控式纸鸡呢 一般分为两大粒 一大粒呢 是木耳控式纸鸡 另一大粒是骨架控式纸鸡 木耳控式纸鸡这类呢 是不可以掰开的 因为我们这个胆肌量是相对比较大的 像这一类药也不可以掰开吃的 这些不是让我们来划痕来掰开吃的 一般划痕是二分之一 作为划痕 或者四分之一作为划痕 专家强调说 根据药片上的痕迹来判断药片 是否可以掰开吃的做法 绝对是不靠谱的 正确的做法 还是要根据说明书上的注释来进行判断 长龙片也是不可以掰开吃的 为什么要做成长龙片呢 我们一般是解决这么两个问题 一个有些药品在胃中容易被破坏 另一些药品呢 对胃有刺激 所以把它做成长龙片 那么我们做长龙衣呢 只是在这个PHG相对于坚性的状态下 它可以绷坚 那么在胃中是酸性的 长龙是坚性的 所以说在长龙片在长龙是融坚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长龙片破坏掉了 那么在胃中就会被融坚 那么就解决不了 刚才我说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长龙衣是不可以掰开吃的 除此之外 有些大人觉得如果自己服用一片 小孩就可以服用半片 其实这种想法或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 营有儿呢 这个身体的器官发育是比较 变化是比较大的 器用量不能按照秤内肩膀来使用 我们通常计算小二用量呢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体重法 再一个体标面积法 所以说甲章这种计算它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甲章一般不要自己擅自决定 用成人的纸机来给小二服用 一个呢是你计算量不准 再一个分剂量不准确 那么有些纸机呢 也不应该掰开吃 所以说小二最好选用 二通转有之事 我的天哪 真没想到 这个药还真不能掰开使用 我以为你说就这么个药 对吧 药效就这么个药效 还会中毒 真是不可思议 没错 你看通过调查我们也说了 像有一些降压药 降血脂的药 如果说把它掰开 或者说把胶囊打开 用粉末服用的话 其实它这个药效是会让人成倍的吸收的 那你想 你本来只是略略的降一点压 结果蹭蹭的往下降 略略的降一点血脂 结果跟过山车似的往下使劝降 那还得了 没错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吃药呢 吃药呢大家还是要选别性的 尊医主这个很重要 人兵 哎哎哎 你干嘛 干嘛呢 怎么还玩上手机 还玩游戏 哎哎哎 你感觉辣了你 不好意思 打完这些副本 稍微等一下 怎么还打副本呢 那个 你们试试试试 哎 等会儿 做节目呢 干嘛呢 我刚才玩手机了呢 乐乐 你不知道 这个游戏简直是太好玩了 你知道我痴迷到什么程度吗 嗯 不吃不睡 我还充了个六块钱 嗯 六块钱 对啊 你六块钱干嘛了 六块钱当然是手充了 你知道吗 乐乐 这个六块钱呀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六块钱不算多 去不了泰国新加坡 六块钱也不算贵 买不了酒也买不了醉 对对对 等一下啊 你可不能把这样错误的观点 传递给电视界的观众朋友啊 特别是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啊 千万不要像任兵哥哥这样学习啊 我跟你说啊 玩手机一定要适当 而且时间不要过长 哎呀 你把手机给我吧 据我今天对你的观察 你玩手机的时间太长了 小心脑梗死了 哎呦呦呦呦呦 乐乐 没有必要啊 严重了啊 你可以告诉我少玩或者不玩 脑梗死你至于这么吓唬我吗 谁吓唬你了啊 你不信啊 不可能啊 行行你玩吧 玩吧 玩吧 啊 小心啊 真得脑梗死 吓瘾 去年三月份 46岁的蓝大姐坐火车 从河南老家去往广州后 突然感觉啊 精神萎缩 全身无力 刚开始她还以为自己是坐车累的 然后同时出现了说话含糊 一边嘴角流口水的情况 一看情况不对 家人啊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医生初步观察判断 蓝大姐很可能是脑梗了 专业处叫脑梗死 出现了这个 那么做了CT和磁风症以后 正式了我们的判断 40来岁竟然就脑梗了 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医生分析 这很有可能与蓝大姐长时间 玩手机有关系 长时间坐那个火车 春运坐火车 然后人比较多 可能也不方便活动 所以因此她是斜靠在那个位置上 一直在看手机啊 或者是在休息啊 都是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时间太长 蓝大姐在火车上 就这样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一路玩手机近20个小时 直到下火车时 才发现自己出现了问题 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栓取出来 把这个夹层 用支架给扩开压住 血栓当时我们取出的是比较长的 然后差不多有间接两公分吧 经过治疗蓝大解压已经逐步康复 医生介绍说脑梗一般会出现在老年人当中 但如今加班族手机低头族普遍存在 这让脑梗有了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现在有一个识别早期脑血管病的一个叫FAST原则 就是FAST 那么F就是FACE FACE呢就是说我们看面部 你比如说微笑的时候 闭眼皱眉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双侧面部的不对称 那它如果不对称的话 它可能是有中枢性的面摊 第二个呢就是A A呢就是一个arm arm就是我们的胳膊 那你可以呢举一下胳膊 如果两边的胳膊呢力量不一样 有无力的这一侧呢就会早早地垂下来 那么两侧的力量不一样 也是提示脑血管病 包括腿也是同样的 还有就是S S就是Speech 主要就指的语言 语言呢就是说比如说病人说话 然后出现呢语言不是太清楚 舌头硬 或者是发音困难 这些 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症状 或者是先兆 除了这些呢 另外比较常见的包括悬晕 就是突然的这种头晕 站立不稳 行走不稳 还有天旋地转啊 白有恶心呕托啊 这种悬晕症状 还有呢就是视力的症状 比如说突然一侧视力 单眼的视力下降 或者眼前突然发黑 这也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缺水的一个表现 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这个麻木 就是胳膊腿肢体的 尤其是偏侧肢体的麻木 也是提示脑血管病 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 就是白天无缘无故的就觉得白天比较疲乏 白天是老想睡觉 或者是记忆力也不好了 这种呢也是一个脑的一个缺血和缺氧的表现 就是这些呢都是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先兆 或者是一些早期的早期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呢 我们就要小心了 如今许多年轻人为了工作表现而不断熬夜 即使累到头脑晕血的地步 他们仍然坚持工作 还有些人呢却仗着年轻经常熬夜喝酒 或者通宵打游戏 这都会引发脑梗死或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最常见的呢第一个是年龄 年龄呢就是老龄化 年龄的增长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会逐渐增高 第二个呢就是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这些呢危险因素 你要是血压血脂血糖控制的不好 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男性的吸烟饮酒 作息不规律 熬夜 包括呢长期的劳累紧张 还有我们目前呢普遍存在的一个 大家那个依赖电子产品 看电脑时间太长 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太长 然后这些因素呢都可以造成一个 脑血管的一个缺血状态 长期的劳累啊紧张啊 然后会造成了脑血管的痙攣 供血的下降 然后长期的这种低头看手机时间太长的话呢 一个是会出现颈椎病 导致颈颈部的肌肉和软组织的紧张 影响脑的供血 另外呢这个也会造成这种视觉的疲劳 引起呢 眼底的一些病变 这些呢目前在临床上还是经常碰到 尤其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然后长期劳累 长期熬夜 或者是长期低头看手机的 这一类人群呢 将来呢发生脑血管病的几率呢 要比普通人要高得多 所以呢就是说提醒大家一下呢 年轻的朋友们 就是平时呢尽量 第一呢要多一些体育锻炼 第二呢我们的饮食呢 要清淡均衡 第三呢要经常观察一下 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 这些危险因素 然后如果有吸烟喝酒的 不良嗜好的呢 要尽量的能够戒烟现酒 如果有长期熬夜劳累 还有长期低头看手机 看电脑时间太长的朋友们呢 要注意尽量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那个这些脑血管病的发生 不少年轻人每天下班回家 困得呀想要立刻瘫倒在床上 可是就在夜幕降临 该睡觉的时候 却躺在床上 来回刷着朋友圈和微博 追各种剧 这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前不久 44岁的王先生 就因为在睡前玩手机 玩成了高位截摊了 在下班12点钟晚上 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刷身 上周边车 然后最开始是 感觉做新的这个 这个开始在教程 然后就感觉到 这是这个肚皮 下面部分也开始 满不满不那种感觉 做餐饮生意的王先生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本身就属于低头足 最近两个月以来 每晚下班回家之后 就会侧躺在床上 玩三个多小时的手机 工作性质 加上不良生活习惯 让王先生的病情 来势汹汹 但是他来了医院 当天下午 突然发生一个 筋瘤平面一下的一个犬潭 这个犬潭 致意留的部分的感觉 运动的一些 后那个大小病 完全是空人障碍 就是完全没得及 基地是利益基 那么当时我们就考虑这个情况 就很罕见 因为这个病人很年轻 那么最后我们就跟他 经纪做了个黑色公证 黑色公证就提示 他就在筋锥筋瘤平面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 椎间盘的突出 然后压迫他的积碎 考虑到王先生病情严重 腹部以下 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上周六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 紧急为王先生 做了第一次手术 他们说 恢复的还比较好 做的都可以 都可以动 动药 才来的一手 就是电视吗 发生这种情况也是个很罕见的事情 但是像癫痪怎么严重恢复 也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 就是很多病人像这种情况 就不让手术都恢复不了了 你收集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见到大量的病人 特别是二十到十十岁的病人 那么他因为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 比如说我们低头刷手机 刷平板电脑 或者因为工作中间 我们赏望 开车的时间太久了 导致一个筋强部肌肉的身上 出现一个满心的筋后部的疼痛不死 这种病状现在很罕见 现如今低头足随处可见 而这也让颈椎病低灵化 据医生介绍 每到节假日 因为肩颈部疼痛 前来就诊的越来越多 小的甚至只有十三四岁 当然啊 除了低头玩手机之外 长期服按工作 或者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都会有影响 现在呢 大家在网络上也能看到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词语 叫手机膊 手机膊呢 就是指的是长期呢 低头看手机 造成了一个颈部的症状 那么这个手机膊呢 它第一个可以造成 颈颈部的肌肉和软组织的持续紧张 持续紧张呢 患者就会出现呢 比如说是脖子僵硬 然后头晕 头疼 还有颈尖背的僵硬 疼痛不舒服的这些感觉 那么如果呢 这个长期的低头之后呢 它还有可能呢 会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 椎动脉呢 是供应脑的一个很重要的血管 就双次的椎动脉呢 都从我们的颈椎的横吐孔当中穿行 然后长期的姿势不良 然后也会压迫到颈动脉 会造成那个 这个椎基地动脉的供血不好 容易引起这些头晕啊 和一些脑缺血的症状 这是 再一个呢 就是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它会造成一种 那个精神紧张 焦虑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呢 我们这个血管呢 持续的收缩 然后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呢 也会分泌一些 不利于人体的一些 神经地质和内分泌激素 那么这种情况 长期以来呢 对大家的身体健康 也是很有害处的 可能你短时间内看不到 但是日积月累呢 带来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爱玩手机的人啊 都知道电子设备玩久了 就很容易会出现 眼干 眼色 眼疲劳的症状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总喜欢在夜间 躲在被窝里玩手机 黑暗中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 会对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长期不顾眼睛症状 或者是在黑暗中玩手机 很容易导致视力下降 更严重的还会造成 视网膜直接的脱落 有失明的可能 另外呢 就是除了这个手机呢 可以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 它也会带来其他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呢 玩手机的时候 比如说你坐的时间肯定比较长 久坐呢 会带来第一个是颈椎病 腰椎病 男性呢 也容易带来前列腺的增生 还有的人呢 喜欢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 那么在这样 必然就导致呢 蹲侧的时间太长 这个长时间的那个坐变呢 会导致这个肛肠部的一些问题 特别容易出现 比如说痔疮 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老是处在一种 这种焦虑紧张 而且不活动的状态下 然后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不好 甚至有的人可以出现 包括下肢的经脉血栓 等等其他问题的 其他方面的疾病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尽量的 避免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 多起来活动活动 我的天哪 太吓人了 玩个手机 竟然真的会引发脑梗啊 你看看 所以一定要注意 玩手机的时间 千万不能过长 就像短片里边 那个大姐 在火车上二十多个小时 对呀 那一个姿势 玩手机一直不停 要真的引发脑梗 后果不堪设想 乐乐 你这么仔细的一说 我还挺害怕的呢 就是啊 我真有这个感觉啊 就是眼睛发色发干 脖子就是感觉特别硬 而且颈椎也不舒服 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生活大调查 要提醒电视机 节目的观众朋友 看的是小朋友们 不要像人丢同志学习啊 对 玩手机时间不要太长哦 以后我也注意了哈 坚决不能老玩手机 坚决要不做一个网瘾手机 行了行了 别说了啊 这样我灵米去吃一个好吃的 啊 好吃的 对呀 因为马上要进入我们 超级好看超级好玩的 美食大调查环节了 好 这一次我们去吃海鲜 哇 美食大调查健康每一天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乐乐 美食大调查呢 这里是由爱美食 更像与你欢聚的 青岛啤酒 独家赞助播出 今天到乐乐来到了 来自于济南的 绿家海鲜 来这里当然是吃海鲜了啊 都知道我们山东呢 虽然是沿海 但是我们旅家海鲜的海鲜啊 可是来自于天南地北 不光是山东哦 比如说我身后这个 帝王蟹 登登登 哈喽 哎给大家打招呼啊 这可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帝王蟹 而且看到这里面有 小花螺 这儿的花螺呢 可是来自于海南 从海南乘飞机而来啊 看到没有这里 这个黑虎虾呢 可是来自于泰国 还有更重要的 这里 这个啤酒呢 可是来自于青岛 大家都很喜欢的青岛啤酒 所以还叫什么呢 赶快跟乐乐我一起喝啤酒 吃海鲜啦 那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旅家海鲜的厨师长呢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 我是旅家海鲜的厨师长张启华 好张厨 张厨 竟然我来咱旅家海鲜做客 对吧 对 那您这个主人家请我吃什么呀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我们旅家海鲜的特色菜 首先呢 你先猜一下这是什么 还有礼物 这个 我知道 看看啥 竹索 你看这皮 不是吗 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啊 你说这是利普馅的利普芋头 这个芋头呢 首先要削掉一厘米厚的皮 然后取里边那个带血丝的芋肉 切成片以后呢 要焗25分钟以上 又软又糯才好吃 哇 你说我好想吃 那么赶紧来尝一尝好不好 好 这个芋头是不是吃一口美容养颜 对 尝一下 真的不需要牙齿的咀嚼 我一到嘴巴里边 我用舌头一顶 然后 它就化掉了 嗯 直接在嘴里边化掉了 这芋头在我们店 每天现卖20分 一个餐口只卖20分 只卖20分 这一份是今天我特地给你留的 那今天来我们旅家海鲜的婚客 只有19份芋头可以吃了 对 那今天来我们旅家海鲜的婚客 那今天来我们旅家海鲜的婚客 那这个叫什么名字呢 叫砂锅利普芋头 砂锅利普芋头 砂锅利普芋头 真的很好吃 而且呢 你看口感也很好 真的我要给他评价的话 满分5颗星 绝对是4.9颗星 还有0.1颗星是分量太少了 每天怎么只能限购20份呢 对不对 好东西要多给大家分享 好 这是第一道特色菜 那第二道特色菜是什么 这是我们旅家海鲜的招牌 我们的水饺是海鲜的衣服 就是比如说虾仁的 墨鱼的 海参的 鲍鱼的 咱家的最 点的最多的 大家最喜欢吃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双虾水饺 双虾哪个 这个是 什么叫双虾 它里面有两个虾吗 对 一只水饺 两尾对虾 我尝尝 看下里面是不是有两个虾仁 嗯 我一咬快就明天看到没有 两个虾仁 一只水饺 两尾对虾 两尾对虾 而且呢 它里面是配了芹菜 芹菜 这个虾的鲜味 然后同时呢 这个芹菜它切成丁 而且做的也不是很软 所以它又有那种嚼劲和脆口 这很好吃 我们旅家海鲜的海鲜 可以说真的是集世界 都集于我们济南来带给大家 所以想要吃海鲜 想要一家人团聚喝啤酒的话 就来我们旅家海鲜喽 美食大调查 由爱美食更想与你欢聚的 青岛啤酒独家赞助播出 接下来进入美食互动环节 登登 抽奖箱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呢仍然是为大家准备了 免单大奖 我们旅家海鲜可以说是高棚满座 任山任海 座无虚喜 但是哪一桌那么幸运呢 我要来看鱼康 好就这张几号呢 八号 接下来我们把这份笑意 送给八号桌的朋友了 走 八号桌 你们好 我们是那个七路频道 美食大调查栏目的 然后刚才呢我们有个抽奖环节 然后抽中了咱八号桌 所以接下来有一个免单大奖 等着你们想不想挑战一下 好的 不是啊 觉得是吗 有点像 有点像 加油小哥 加油 觉得怎么样 这杯是 因为还是那个 有他那种清爽的感觉 接下来揭晓一下 您这杯酒到底是什么酒呢 真的是红韵当头 所以高兴我们这桌可以获得免单大奖 而且呢您还为我们现场所有铝家海鲜的食客 都赢夺了福袋 那把这样的福气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红韵当头福气满满 你好 你好我们是青春的福袋 这边有个有个幸福的活动 给您送的福袋 这次呢就送给您的福袋 新年快乐 周年大集 新春的福袋 新春的福袋 谢谢大家 青岛啤酒 青春快乐 怎么样海鲜好吃吧 啤酒好喝吧 但是别忘了您的本职工作 总结下今天我们所调查的另外两个话题 好第一个话题 患上结石就一定会尿频吗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 的确有些大部分情况下 患上结石的患者呢 的确会出现尿频的现象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不能以尿频来评判自己体内是否有结石 但是如果说最近真的出现了腰部疼痛啊 尿频尿节而且尿血的情况啊 一定去医院及时的检查 没错 那我们所调查的第二个话题呢 说的是 药片掰开服用会中毒 这说法竟然是正确的 吃药药一定有讲究的 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大调查就到这里了